好,各位奇友大家好 那这半期是8月10号 进行的围甲第八轮 由黑方蒋祁润 对战白方,李全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二连星 白棋三三 小木 高挂,然后脱退 他选择的是这个虎 虎的变化已经基本上要快 销声立即了,现在在这个AI时代 以前走的是非常多的 就是因为白棋局部可以脱签 之后白棋点在三 右上交换完之后 黑棋选择飞 这个虎相对于这个黑棋粘来说 就是这个靠的 严厉程度不够 因为白棋扳,你反扳 如果说是这个 左边不是虎是粘的话 那白棋只能打得粘出来 但是虎的话白棋就可以夹出来 有这个区别的话 就是虎跟粘相比又要稍差 实战黑棋飞 白棋夹了之后断打也是一选 二路飞 黑棋把这个子稳稳夹住 下一手白棋尖 这个尖还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如果说你不走的话 就是黑棋有这个quatch 你总不能这样顶了之后 这个是接受不了的 那黑棋上面模样 这个完美无缺 搬进去的话 黑棋有夹下来之后 你打他粘的这个做法 这样白棋夹黑棋可以一路搬粘 你再虎一个 那多了这个一路硬腿 将来这个眼都不是真眼 黑棋可以直接从外边逼住 那白棋这个够枪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尖出来是非常大的 然后黑棋底下挂脚 白棋拆 黑棋右上搬断定型 白棋外边断打完之后打吃 黑棋反打下来之后 白棋脱险 然后这个棋你也可以继续长 继续长黑棋飞一个 上边打拔 然后黑棋在这个跳 比如说白棋在从下方挂脚 破右边的模样 我这个都无所谓 实战白棋左边 打入肩夹击 黑棋飞一个 飞的这个出头是强调对于 这个脚上拆二将来的一些 腾螺的借用 然后白棋大跳出头 因为下一手黑棋要震头嘛 接下来黑棋继续飞压 之后白棋冲断 黑棋挺头 白棋长一个 黑棋跳一个 跳完之后并没有选择继续长 因为继续长的话 这个头出不去 这个扳白棋断 这个里边还有个冲断的问题 这个不太好 实战黑棋 是靠这个 白棋从底下扳 也只能从这儿扳 不难从四路扳断 扳断的话 这一打一粒 你沾他一挡子 白棋死了 这不行 实战白棋二路扳 黑棋长 然后白棋连回 并没有选择往脚上去沾 因为脚上沾 黑棋将来像这里 外边的尖都是先手 你就是底下不补的话 黑棋有这个扳 扳你这样假下来 黑棋粘了 比如说这个跳 就是白棋脚上眼位也够差了 你要断的话那就死了 被黑棋爬了之后 外边爬一个再一扳 那白棋就不行 比如说有一个这个缺陷存在 白棋实战长这个 但长这个当然还会遭到 黑棋脚上这一夹 夹完之后 白棋冲 黑棋断 接下来白棋断打 那为什么白棋没有选择 这个继续 延气去大吃黑棋 因为这个地方不成立 你这样既然被黑棋打了之后 沾 四棋对白棋三棋 你再爬他扳 你再断他再吵 这个白棋冲一个是不行的 因为你跟这个脚上外边两颗子 杀都杀不过 你要跟这个旁边这块杀 比如冲过来进棋 黑棋一扳 那再打的沾黑棋一打 也是白棋满一棋 杀不过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就断打 然后黑棋这个贴着打 白棋顶黑棋再打 之后白棋提 然后黑棋往底下跳 破眼封锁 然后白棋走的是这个夹 夹了之后黑棋连回来 白棋下力先手 冲一个破眼 局部形成对杀 这个棋基本上就是一个双火了 双方都有眼也有攻起 接下来黑棋是选择起了之后 上面拐一个白棋顶一个 黑棋粘白棋在火 封锁之后黑棋脚上扳 白棋扑了之后 黑棋先打再提 然后白棋走的是这个坐眼 你扳破眼呢 他就破你的眼 其实一回事 就要不然最后形成双火 要不然就最后总有一方先铺结 形成一个打结 而且现在打其实对于白棋来说也可以 因为他可以找这个右上的结材 在这个地方找 不过黑棋向外边点刺之类的 也有本身结 这个结就说不清楚 实战白棋是坐眼 然后黑棋左边点了之后下力 白棋挡 双方各自坐眼 那还是一样的 要么双火 要么打击 结材有利的一方 他肯定主动扑结了 结材都不利 或者说都看不清楚 或者说外边有更大的地方 那就先摆在这 到时候再讲 接下来黑棋拆一个 之后白棋点脚 黑棋点刺完之后挡住 然后白棋继续爬 然后黑棋飞 白棋顶了之后 黑棋选择成 这个时候反正白棋局势非常不错 主要是这个左下角 如果就相当于是个双火的话 白棋左边挺厚的 而且黑棋没围到什么空 上面两个脚还是白棋的 接下来黑棋选择底下长 挡的话可以这样去围模样 不过有可能被白棋这一打一例 他就让你围 然后把右边一破 实战黑棋走这个 白棋冲了之后断 黑棋长 然后白棋先长 因为这个时候黑棋阵子有力 如果说你从底下搬沾的话 被黑棋这一打呢 这个白棋太损了 就算把底下吃通 黑棋左边稍微搜刮一下 右边再一围 这个模样就扩张起来 主要右边模样太大 这个子还是不愿意被黑棋打掉 实战白棋长一个 长一个黑棋跳一个 然后白棋再去扳站 黑棋虎 然后白棋底下跳刺 右边尖顶 这个地方非常复杂 黑棋虎立班 这几种都有不同的下法 首先来看虎一个 虎一个白棋立脚上肯定是铁火 然后黑棋就是扳这个 长一个白棋压住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 要不然就下立 下立的话 其实白棋扳一个 虎一个 黑棋拐白棋挡 因为这个白棋眼位够大 气足够多嘛 黑棋局部还不活 被挡下来这个还没活 那黑棋跳回家 白棋可以在脚上去 做活就行 这个也是一种 实战者是扳 然后白棋扳这个 当然白棋脚肯定是 只要不想死是不会死 这棋也可以断 断完 然后按照这个大头轨去走 立的话 黑棋打然后白棋扑了之后再扑 再这样打 因为黑棋不能沾 沾的话被白棋一走一爬 收气就把黑棋的大头轨收死 那只有长这个 长这个白棋就可以提掉 然后火棋 这是一种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就是 白棋只要不想死就不会死 实战搬一个 黑棋选择爬进去 立的话也行 立的话就相当于还原了 就白棋脚上一挡 就一并 因为不能挡 挡的话 黑棋断 你这个棋就作战不利 被黑棋最长 上面要压 这个底下要打得封锁 那白棋并这个 黑棋可以挤了之后 这个跳一个 跳一个尖 尖一个 然后在里面做 黑棋活 白棋也跟着火 就这样 实战 黑棋往里爬 白棋选择是断 这个当然棋 当然还有弃脚 就是打这个之后 再沾 因为你现在挡住的话 黑棋这一粒 黑棋这一粒再一粘 然后脚上再一点 这个气也比白棋多 而且外边何况你挡下来 还有断 所以说如果这样走 白棋就粘这个 粘这个黑棋爬 把脚给吃了 但这样如果白棋 弃脚的话就不太好 弃脚的话 主要右边没什么价值了 右上都是黑棋的子 所以说实战 白棋断 黑棋粘 白棋下粒 黑棋打 打在这主要是为了保证 这个一路的眼 你打这个以后 白棋粒 他没有眼 打这个 那现在白棋 只有暂时去补断 黑棋右上打吃联络 然后接下来 白棋右下角挡 这个其实黑棋 暂时也不断去杀 气太紧了 如果这样走 再搬的话 这个 白棋直接在里边 收气就行 实战 黑棋做活 白棋倒护 因为这个点了之后 提白棋可以战火 实战 黑棋提 白棋就离 这样还是正常的安定之后 黑棋飞 然后白棋右上打吧 黑棋再照过来 顺便引针 白棋冲一个黑棋场 当然这个地方还没有吃干净啊 就将来白棋 如果这一带有子的话 上面还是有一手跑 但现在是不会去跑 实战 白棋把右边的姑且跑出来 黑棋刺 白棋再接 当然黑棋留有这一棋 不过这个棋都是干子 无所谓 实战 黑棋跳 把几家空围住 这个时候白棋选择主动扑截 一直下到这儿 白棋都非常不错 之后冲一个 再把右边团住联络 黑棋往中间 跳一个白棋挤住 连回 全部联络 然后黑棋往左边走 这个时候 如果你往中间飞 他就跳 你把这个子拐回的话 他就剑 反正也逮不住白棋 实战 黑棋左边跳 然后白棋提截 黑棋 沾 之后白棋右下冲断 黑棋选择从这儿打 为什么不顾这个双打持呢 就是如果沾的话 白棋有这一靠 你从这儿打的话 这个棋要漏掉 沾的话就沾就行 实战 黑棋打 然后白棋这个左下角 沾 黑棋虎 双方各自紧气 紧完气之后 白棋下方 长一个 黑棋站 这个棋当然没什么棋 如果白棋拐 黑棋顶就行 你双打持提掉 黑棋从这儿 直接扳过就OK了 中间反正可以出头 实战 白棋中间压 黑棋扳 白棋反扳 黑棋连扳 然后白棋走的是 底下这个拐 黑棋直接夹过 然后白棋中间虎 现在白棋只要不死大龙 这个棋就赢定了 接下来黑棋打了之后 选择的是沾中间 这四颗子 为什么不去补断呢 因为补断 不要忘了 左下角这个截 还是一直 现在处于打的状态 就一旦被白棋 这一打持 把你变重 然后再去 这个主动扑截的话 再一打呢 黑棋中间必须要跟着硬 这样再提截 可能这个黑棋截材 也不好找 这一大团要被 提光 黑棋主动 虽然补一个截材 之后白棋 黑棋左边穿向眼 黑棋爬 上边断打 黑棋长 然后白棋提 这个大龙肯定是抓不住 那黑棋转手去攻左边 跳一个 白棋靠上去之后断 黑棋打 白棋中间断 打完之后长一个 接下来黑棋往左边打 左边打 然后白棋长 之后黑棋上面团 然后白棋右边肩顶去做眼 黑棋扳 白棋中间打 先做出来之眼之后 再断打这个 断打这个 黑棋掐打 然后白棋底下反打 反打完之后再做眼 两眼火棋 这样白棋也活 实战走到这儿 火棋之后 然后黑棋就 虎在右上 白棋逼过来 黑棋靠压 白棋扳 黑棋选拳的挺头 这棋黑棋并没有扭断 扭断的话也 抓不住白棋 因为这个地方 打到之后沾 你拐 然后白棋拐这个 拐这个上面有个打的贴 黑棋下立的话 白棋有这一夹的妙手 这一夹之后 你一冲它 就可以把这个子跑出来 这一跑 黑棋打 白棋可以从这儿拐打 再沾再提 再打再沾 再打再沾 这个上面黑棋脚伤就被收了 中间对白棋打龙也没什么影响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就选择挺头 白棋站 然后黑棋上面压 白棋左边虎一个 上边飞 黑棋先补真子 白棋左下继续搞成景气节之后 右边再拐 然后黑棋消节 因为黑棋不消节也没办法 这个棋也打不过 白棋沾了之后 黑棋断 白棋拐 黑棋往上虎 其实就这个转换而言 白棋肯定是烧亏的 烧亏一点 但上面黑棋走错了 就是这个棋如果说 黑棋正常虎一个 那真的还能拼一拼 因为虎一个的话 白棋这一打 扳一个你沾 他沾 黑棋中间断景气 将来有这一类夹的先手 上面就这里的跳 也可以先交换掉 上面再沾 白棋挡黑棋作业 这儿有个铺节 而且这个节如果打起来 还影响到白棋脚上的 这个死活问题 所以说基本上 白棋不太敢打 进火的话 黑棋进火呢 这个棋确实还能追 实战则是 这个团是一个大恶手 被白棋尖的 这个棋要死 黑棋拐一个 白棋扳 黑棋断 白棋长 上边黑棋挤一个 白棋一点了 走这个最后一手 走到这儿 黑棋人数 因为你在沾的话 白棋冲不行 中间夹不住 夹的话冲 沾再冲 上边贴的话 这也没用 白棋再一掐 掐完之后 随便二路飞而渡过 黑棋都已经死在里面 这样这个插圆 这盘棋基本上 又是宣公平推的一局 也没遭受到什么压力 从左下角 这个棋形成一个 可双活可打劫的 这个棋之后 黑棋一无所乎 再到这个右下 这里的处理 白棋也没有任何问题 黑棋唯一的机会 就是右上 这边白棋主动 调起左下的景气截 转换之后 黑棋烧转 如果说能把上面 走成一个打截 并且是白棋 不敢打的截 就相当于近活的话 这个棋还有一定的可能性 实战这个 出一个大勺 那就直接没了 好 那最后棋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